今天泡泡给大家分享一些吃了要进ICU的毒性比较强的蘑菇 首先是ICU未免冠军,城市草地上最常见的大清折散 因为它实在是太常见了,所以总是霸占着ICU的宝座 它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肠胃炎 让你体验一把胜不如死的感觉 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老了以后军者会变成灰绿色 记住了哦,ICU亚军自然又是鹅高属了 能导致急性肾衰竭的鹅高有这五种 赤脚鹅高,异味鹅高,泥卵钙鹅高,欧式鹅高,甲鹤云斑鹅高 其中最容易务实的是甲鹤云斑鹅高 因为它长得和可食用的饮花青鹅高几乎一模一样 导致神经精神中毒的鹅高属物种也很多 虽然毒性都不是很强,但是吃多了也是致命的哦 所以大家只要记住,凡是头上戴帽子,要尖系裙子 脚上穿鞋子的蘑菇吃不得 鹅高属的都别吃就对了 比鹅高菌的神经精神毒性还要强的是丝盖散鼠 丝盖散鼠是全鼠有毒的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菌盖上面的这些丝丝是可以接下来的 记住这一点,你就不会把它们当成鸡棕来吃了 接下来这两种看起来很普通的小蘑菇 也含有鹅高毒态,会导致急性肝损害 长钩魁宝散最容易被误认为是腊膜 最明显的区别是它的中央有个小凸起,而腊膜没有 文员魁宝散最容易被误认为是毛饼库恩菇 区别在于它的菌饼从头到脚都是褐色的 而毛饼库恩菇的菌饼从菌环开始向下 都覆盖着褐色的鳞片 太难了,我脑子要炸了 最后坚持给大家讲个丝膜菌鼠吧 丝膜菌鼠的蘑菇大部分有毒 它们的毒性是慢性胜损害 这个慢性呢也不是很慢 平均三天左右就会发作 你也不用一个个分辨了 记住这个共同特征就完事了 就是它们小的时候 菌盖下面有一些像蜘蛛网一样的丝 长大之后那些丝会脱落 有的会残留在菌饼上 看起来就像一个菌环 这样的蘑菇都别吃就多了 先这样吧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一些SU蘑菇 拜拜